跟着父亲养鱼 看不惯父亲的老一套 它是一步钱不步钱嘛 我们做农业就是这样 越早上市了越贵 少嘛 物以稀为贵 不听父亲劝告 果然大祸临头 占一千多万 要好几年占不回来 快一千多万 几个小区全部没有的 一个晚上的没有 全部都没有 好像我木头牌子 还剩下一千多万 年轻家胆大 胆大还心细 只因海上浮起聚宝盆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贡富经 广东省的阳江市 当地除了美景 海洋渔业资源也很丰富 渔民们除了出海捕鱼 还有很多渔民下海养鱼 有个词叫海洋牧场 说的就是开发利用海面养鱼 在阳江市的海陵岛 就有头脑灵活的渔民 大胆从传统的养殖模式跳出来 陆续走上了海上淘金的道路 广东省阳江市的西南部 靠海的地方 有一个岛叫海陵岛 冬天到了 全国各地来海陵岛游玩 度假的人越来越多 这里有沙滩海浪 温暖如春 让人流连忘返 在海岛边 一个超大的圆形设施正在安装 引起了大家的好奇 这难道是在建一个新的游乐设施吗 会不会是喷泉啊 不是 它就是管道 你觉得是个什么呢 游玩的 但是要有一点 就是大家团队的 团队合作的一种游玩 看起来有点像我们北方游乐园 就是中间放上那个海洋球 然后大家跳里面那种圆形的那种海洋球 在这个直径 并30米的大家伙旁边忙前忙后的 叫彭俊耀 他正在做最后的检查 在我的心里就是一个聚宝盘 因为我们是靠它去生产 因为我们是靠它赚钱的 正当游客们都好奇 这个设施将放在哪里 怎么玩的时候 大家很快发现 自己的判断错了 彭俊耀调来挖掘机 捆绑这个周长90米 重达10吨的圆环往外推 也是特别费劲 只能一点点拉着挪动 而刚进入到海里一点 结果又被海浪冲上了岸边 折腾了近一个小时 这个大家伙还是没有进入到水里 看来光靠一辆挖掘机是不够的 而且要是陷进沙地 那就麻烦了 他先把它推到一边 一半那个还推下海 就用船来拉 用小船接 接着它上面就用挖机来顶它下去 一边用船拽 一边用挖掘机推 两个小时后 借助潮水上涨 这个像大玩具一样的东西 终于被拖入了海里 看到这个大家伙离岸边越来越远 大家这才意识到 原来它并不是用来游玩的 彭俊耀口中的聚宝盆 是要拉到海里去养鱼的深海网香 这已经是彭俊耀的第二十五个深海网香 拉到离海岸五海里以外的海面 就被锚定不动了 彭俊耀靠着这些网香 两年养三批 一个深海网香 一批刺可以出产十万斤以上的金昌鱼 感谢观看 彭俊耀所在的闸坡镇 20多个养殖户也加入到深海养殖队伍中来 像这样的深海网乡已经发展到100多个 年产海产品5000多吨 供应广东 广西等地区 其中数量最大 效益最高的要属金昌鱼了 像这样依次排列的老师鱼牌网乡 是村民们过去主要的谋生工具 彭俊耀看上去年纪不大 但是养鱼已经有十多年的经验了 他大学毕业后就一直跟着父亲一起 利用这些传统的木牌网乡 主要孵化鱼苗销售给养殖户 干了五年之后 年轻气盛的彭俊耀闲赚得太少 发现不能再走父亲 在本地孵化销售鱼苗的老路了 养殖户去买我们的鱼卵 去孵化这个鱼苗 它也卖得早 它也有价格 那去养殖成品鱼的养殖户呢 它更喜欢去买头皮苗 到时候养殖的成品 它抢上现金 早了上市 到它卖的价格也更好 2010年 彭俊耀做出一个大胆的决定 要南下海南三亚孵化鱼苗 再运回洋江销售 不料 头一个反对的就是他的父亲 你刚刚开始去海南这边 就那边头皮鱼挺大 又花几百万块钱 因为你就那边又搞不成功了 那你再去 这个车去白白 白白已经发了个时间 投卖这个本钱去那边 彭俊耀为什么要舍尽球远 到三亚建鱼苗场呢 因为他了解到 与广东洋江相比 海南的三亚地处北纬18度 海水年平均温度在25摄氏度左右 正是金昌鱼卵孵化的最佳水温 比洋江市海域高出好几摄氏度 有了这个优势 可以将金昌鱼卵上市的时间提前一个月 价格可以一公斤卖到五六万元钱 它是一步前步步前嘛 但你提前全部 一条产业链都提前上市 那你肯定的价格可能是贵的嘛 我们做农业就是这样 越早上市越贵 少嘛 物以稀为贵 彭俊耀说服父亲 带着一百多万到海南三亚 建起了一个新的金昌鱼鱼卵孵化基地 到了第二年三月 第一批金昌鱼鱼卵孵化出来 果然与在洋江当地孵化销售的价格相比 一公斤高出四万多元 基本上一公斤的金昌鱼卵大概要五万块主要 四万到五万块 晚一个月可能也是几千块 到我们广东这边就是几千块了 有了海南三亚的种苗孵化基地做保障 彭俊耀每年供应市场的各类鱼苗三千多万位 其中销量最大的是金昌鱼鱼卵 这时的彭俊耀开始考虑 在单纯孵化鱼苗的同时 也要养殖金昌鱼商品鱼了 而此时彭俊耀家里 在海陵岛周边的木牌网箱 只有两千六百多平方米 原先是为了孵化种苗设计的 改作商品鱼养殖 一个格子最多只能养出五千斤 一心想扩大规模的彭俊耀 想到了一种以前在电视里 见过的深海网箱 因为它是在外海养嘛 它的这种大网箱养的鱼呢 生产速度快 还有这个流水通 还有这个病害少了 成合力很高 产能就上来了 我们是鱼可能就是 两年可以养三个周期 没想到彭俊耀提出这个想法后 父亲彭乳运的反对更强烈 在外面海 如果台风一来了 头几这么大的本情 一下子全部都是没有 这个很明确 很明确已经同胆了讲这条 所谓深海网箱 只能放置在海的中间 而台风是父亲彭乳运最担心的 彭俊耀要使用的深海网箱 足以抗击12级的台风 所以彭俊耀并不担心 直到2020年8月 彭俊耀前后花费200个万元 总算修建出6个深海网箱 托放到离海岸15海里的地方 在每个网箱里 投放了10万尾金鲲鱼苗 进行养殖 第二年7月 随着金鲲鱼一天天长大 眼看金鲲鱼马上就要上市的时候 父亲的担心果然不是空穴来风 彭俊耀花重金建造的深海网箱 在这场13级的台风下 简直不堪一击 不仅网箱瞬间散了架 沉到海底 网箱里的60万鲸鱼 也不知踪影 不听老人言 吃亏在眼前 这个时候最心疼的 莫过于他的父亲了 占一千多万 要好几年占不回来 快到一千多万 几个小时全部没有的 一个网箱都没有 全部都没有了 好像我木头牌子 比他剩下一千多万 台风过后 彭俊耀知道自己没有退落 必须坚持下去 继续在养 你必须要养的嘛 你不养怎么可以 把之前赚回来呢 只要你做 就肯定有机会 如果你把它停下来 不做的话呢 那你就没有机会吧 彭俊耀反复找原因 发现错不在深海网箱 错就错在自己的悬直有问题 之前把网箱放置的地方 正好是封口的位置 台风一来没有任何遮挡 任由风浪摧毁网箱 这一回彭俊耀多长了个心眼 特意找了个避风的地方 自从彭俊耀换了个地方养殖后 果然回避了台风的毁灭性冲击 2022年7月 它的金铐鱼大获丰收 而由于其他养殖户不敢多养 市场上的金铐鱼数量少 美金金铐鱼的价格 卖到了20元前 全部销售一空 今天是水下机器人 我们今天是过来检查这个网 还有看一下鱼的散场速度 前进 我们放到大概是3米5的水深 就可以看到这个整群的鱼 观察到现在的鱼的生长情况 不错 深海养殖金铐鱼的成功 让彭俊耀更有了信心 从2022年8月 为提高效率 彭俊耀围绕深海网箱 逐渐演进一些新型的食用装备 有了这种水下机器人 彭俊耀可以全天候掌握 鱼网情况和鱼群情况 在每个深海网箱上 彭俊耀都安装了摄像头 这样他不用出海 就可以进行远程监控 现在都可以看得到 我可以打开给你看一下 全看到没有 360度转回来可能 安装了这个监控以后 我们第一个 首先我们可以24小时 实时监控到我们员工 去投料的情况 第二个还有一些 观察到这个鱼的取料情况 现在我们基本上 我们可以两个人负责喂料 可以喂10个网箱 现在通过水上水下的监控 彭俊耀的20多个深海网箱 只需要4个工人管理就可以了 只有在投喂的时候 才会运到人工 我们不单止是喂鲜料 还有一些鲜料 我们还喂一些虾 增加营养 虾的营养很高 他们这个是卖3块多前一斤 这很贵的 我们也是吃的 我们也可以拿来炒菜 彭俊耀通过深海网箱 养殖金鲜鱼 扩大了养殖规模 两年可以养3匹成品鱼 原本很多传统木牌养殖的渔民 看到了彭俊耀赚了钱 纷纷开始加入到 深海网箱的养殖队伍中来 卢记考就是其中的一个 卢记考原先一直采用 传统的木牌网箱养殖 养殖了2000多平方米鱼牌的金鲜鱼 却苦于受限于水面太小 对鱼的产量很不满意 这个小锅的小锅的1000来钱不多 下面那个大锅的养3000多斤 再下面一点 1万斤也有 这个网箱最多是养这么多鱼 再超过这个量就不行了 卢记考看过彭俊耀修建的深海网箱后 2023年也投资100万元 修建了三个深海网箱 通过互动示范带动 很多金鲜鱼养殖户与彭俊耀父子的关系 更加紧密融洽 彭俊也保证了 你过来养鱼反正我是大力支持 大力帮助 我就过来了 就为了养鱼这些技术 怎么管理 都手把手教我 随着越来越多的养殖户 从传统的金岸木牌养殖向深海网箱养殖 当地的金鲜鱼产量越来越大了 在海陵岛上靠近码头的鱼室 每天的凌晨四点多是最热闹的时候 刚捕捞上来的各种新鲜海产品 在这里完成交易 这个正在买鱼的人叫冯士苏 他每年可以消化一万多顿海鱼 他挑鱼很有经验 这个小红色 这个很小的 但这个肉比较嫩 比较白的 这个味道很好 这个气有很多的 通过我们加工 就那个气可以分离 把那些纤维拿出来 以前这些小鱼卖不上什么价 而再便宜的鱼 只要到了它的手上 都可以创造翻倍的价格 因为这个小鱼 作为一个食品鱼 小了这个小孩怕多吃 怕多吃 老人也觉得多吃 所以它的价值卖得很贱 我们通过我们的加工 我们的工艺 把这个鱼的鱼群围拿出来 消掉 也没所谓的 所以我们一买了 它的价格就上来了 冯士苏的出现 让村里的渔民们很开心 因为它 大家的鱼货不愁销 价格还高了不少 以前基本上就装钱 拿出去外面卖 拿出去外面卖 它货太多了 拿到外面的工厂 那些厂老板收多少就多少 现在我们回来 冯士苏他们会派价钱给我们 先是八九毛钱 到一块二九要 现在它那个厂那里 就一旦要价钱的高了 给它三四块 冯士苏买回去的小鱼 是用来干什么的呢 冯士苏在当地经营着一家水产品加工厂 这些小鱼被加工成鱼丸鱼饼鱼豆腐等 销往全国各地 再尝一下 还挺热乎的 对 干出炉了 如果你去扶炸一下 它就更脆 如果炖剩瓜也可以 包汤也可以 吃着甜嫩的 各种鱼肉产品 高的可以卖到二十多元一斤 自从本地渔民金昌鱼的养殖数量 越来越多 冯士苏变成了海上鱼排的常客 很满意 这种鱼很漂亮 很肥美 加工起来很好吃的 这个鱼 你今天有 今天大概有多少 今天大概有两万斤 这个何事 冯士苏在一次与渔民闲谈的时候 当地的一种传统加工工艺 让他对金昌鱼的兴趣大增 渔民正在晾晒的这种金昌鱼 当地人叫做一叶成 是阳江市一道很有特色的地方菜肴 这个成指的就是陶罐 一叶成的制作方法简单而又讲究 将刚捕捞上来的金昌鱼抹上盐 层层摆放 在城中腌制一叶 第二天拿出来晒干 这鱼就可以长时间储存了 而到了冯士苏这里 又做了一次特殊的改进 这个切断为了消费者煮吃的时候更便利 就跟传统的一个做法不一样 传统的做法它是整条的 我们改变它那种做法 融入水里面 一个冰水 冰水里面 这个缘分达到3% 3%是要刚好就符合 这符合消费者的一个对口味的一个要求 冯士苏以优惠的价格收购金昌鱼 经过冯士苏加工后 一条一斤重的金昌鱼 平均能够卖到30元钱 作为一个燕制鱼 也是一只菜 这样子呢 就能够解决这种渔民 当这些渔民 一个卖一个难 丰收时候就卖的难 肉解决了我们 增加我们一个单品 增加我们的一个收入 之前冯士苏的产品 都有固定的销售渠道 现在冯士苏也紧跟潮流 两条腿走路 开始尝试网络直播的方式 亲自推销售 通过线上线下 他们一年销售金昌鱼的数量 达到200多吨 我们通常没有 像做吉博之前 我们是通过经销商先卖 是不能够直接面对消费者 做吉博是一个面对面 跟消费者是一个互动 让消费者更了解产品 靠山吃山 靠海吃海 如今 彭俊耀 冯士苏他们 横向纵向联合 申请成立了市级 现代农业产业园 将种苗繁育 深海养殖 加工销售 紧密结合 这漂浮在海面上的一个个深海网香 成了大家争相拥有的聚宝盆 会养殖的安心养殖 会销售的主攻市场营销 大家都成了这条利益之船上的一份子 彭俊耀作为新生代的渔民 大胆尝试改变父辈传统的木牌养殖 拓展了养殖空间 缩短了养殖周期 而冯士苏改进当地一夜城的传统加工工艺 在深加工上发力 大量消化当地规模化养殖的金鲋鱼 它们以各自不同的方式 让当地渔业焕发新的活力 牢牢把握住了市场的主动权 感谢您收看本期的节目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